火锅店 麻辣粉店 几块钱一碗的鸭血粉丝饭 它可能给你用真鸭血 咖喱丁门酸辣 有那感觉了 突然突然突然 原来我们老家 我们的村都干的 哪有这么多鸭血 我希望所有的兄弟们 一定要把这条视频看完 就当为了自己家人和孩子的身体健康 有专业人士曝光 有很多人生产假鸭血 专给火锅店供货 他还特意来现场展示 假鸭血的制作过程 这就都是鸭血啊 自己做的 没有鸭子的鸭血 那用鸭血吗 我这个鸭血 主要是给大家讲讲 制品鸭血 我做了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鸭血 这是什么东西 鸭血 来一点 柠檬酸辣 加一些 咖喱辣椒 鸭肉香菌 这个真香啊 咖喱酸辣 这个东西主要是防腐的 加个水 哎呦我吃 这个味道啊 小拌10分钟 看看效果 这一大盆的成本哪个钱 一块钱不到成本 生产出来这么一大盆 转眼这都能卖好几百 这样的鸭血都被谁买走了 火锅店 南辣酸辣 那几块钱一碗的鸭血粉丝上 都可能跟你们吃 有点良心的 不是 拿鸭血 你们火锅店差不多 也有那腥味 火锅店里边呢 它那都是辣锅底 看不出来 这些血锅子啥 你看它有磨呢 这就焦吧 跟咱平时吃鸭血差不多了吗 那作为普通消费者 我们该如何辨别呢 针鸭血啊 它里边有气孔 这个一点气孔都没有啊 所以你就要看它的这个颜色 针鸭血是暗红色 假鸭血是咖啡色 第三点 就是咱拿筷子夹它的锅 针鸭血是容易掉 就从这里按到 除非是你自己宰的鸭子放鞋 自己做 你要说去市面上买针鸭血 我觉得是买不到 哪有这么多鸭子给你放鞋 我真觉得现在的人就是利于熏心的 一点不考虑别人私货 我不知道我这条视频 又会动了多少人的蛋糕 有多少人会在后台私信骂我 不过那都不重要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兄弟们 一定要关注食品安全 把这条视频学会 然后发给你关心的人 同时我也想对这些 不法的商家们说一句话 正义虽然迟到 但绝对不会缺席